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背后是英国的财政部啊 非常重要的那部门那小小的口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很多英国政府重要部门的门口 街道上面都会出现这种铁塔式的东西 上面还有凹桃 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看上去还不能活动 这个得追溯到爱尔兰共和军非常活跃的时候了 因为那会儿爱尔兰共和军老放个炸弹啊 搞个恐怖袭击啥的 包括当年萨切尔夫人在布莱特酒店住宿的时候 他房间里边的浴缸都被炸飞了 所以呢汽车炸弹呢也是相当多的 为了应对这种措施 英国人就发明了这种防撞杆 极其的坚固能扛动的六到八吨的冲击力 每一个之间的间距大概一米左右 你汽车根本冲撞不过来 就算撞过来的时候 顶多把铁杆撞弯一点 炸弹根本起不到引爆的作用 这就是英国人做的一种反恐的措施 他们的反恐呢是外松内紧 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做防护 但是呢这些小小的措施呢 就有效的阻止了很多恐怖袭击 追溯到我们当年啊 有一个爆炸案啊 等于说有一新疆人 冲一个著名的建筑的时候 如果当年我们有这种铁杆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种爆炸了 所以呢 这种呢 反恐的知识呢 应该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